一張告示就張貼在郵局外 內容寫著潘信家族複雜的關係 以及一名潘信男童 自稱被家暴的經歷 最後還大大寫上 拜託救救我 讓民眾好慌張 就是覺得這小孩子 盡我們能力看能不能協助 幫忙給他一臂之力 剛好警察在這裡 你們就請警察說 看他們不能救一下 西北市盧州的民族路上 上週末接連出現這樣的告示 警方獲報不敢輕忽 調閱監視器畫面 找出張貼公告的歧視 七八名警力36小時 接連比對文中的身分 最後發現竟然是一名 曾信男子為了吸引女友 想出來的超瞎手段 找到今天提到的內容 大概完全是虛構 真信行為人 也多次使用這種方式 引起注意騷擾這位潘信女子 警方追查 40多歲的曾信男子 為了追求年齡相仿的潘信女子 虛構人民瞎掰故事 想令他注意 沒想到卻吸引警方注意 甚至還驚動了社會局 最後雖然是烏龍一場 但痴情難亂貼布告 恐怕會面臨妨礙民意毒問題 借宥維林程序跟新北市報導